在聊过如何保护航母之后 火力军很好奇一件事 现在的武器中谁敢威胁福特号 从高超音速导弹到洲际弹道导弹 再到深海的核潜艇 威力越来越猛 似乎只要按下某个按钮 航母这种钢铁巨兽就会沉入海底 但事实真的如此简单吗 今天火力军就搞一场极限测试 找来全球最猛的极款武器 看看造价128亿美元的福特号 能不能扛住全球顶尖武器的围攻 在基层航母的武器里 呼声最高的是高超音速导弹 很多人都觉得 这种速度达到5马赫以上的武器 盯谁谁怀疑 那我们第一回合 就先来看看鹅制K-47M2 匕首导弹 这款导弹的杀伤逻辑非常简单粗暴 有米格31K战机 在高空发射 之后先被火箭助推到很高的高度 弹道顶点达到大气层之外 类似于一种带有末端机动 载入战斗部的弹道导弹 速度能达到10马赫 换算下来 大概是每秒3.4公里 对普通人来说 眨个眼的时间 导弹就没影了 根本没时间反应 但对于美军的防御体系来说 这并不是无解的难题 假设匕首朝着福特号发射 在点火发射的那一瞬间 甚至还没飞出俄罗斯领空 美军的天机红外系统卫星 就已经捕捉到了 它的红外尾焰 这就像是在黑夜里 点亮了一根火炬 位置瞬间暴露无遗 简接着 大气层外的拦截就开始了 福特号从不单独行动 它的护航保镖 伯克级驱逐舰 搭载了最新的SPY-6 有源相控阵雷达 这东西的灵敏度 是老款SPY-1雷达的30倍 能在几千公里外 死死咬住目标 在高超音速导弹 还在爬升 或者中段飞行的时候 标准3Block-2A导弹 就已经直接升空了 这款拦截弹不带炸药 它靠的是一个动能撞击头 在外太空以极高的相对速度 直接把匕首 撞成一堆太空垃圾 这就像是用一颗子弹 去打另一颗子弹 在高超音速导弹 还没进入大气层 俯冲之前 就已经被撞成碎片了 如果说匕首是高空杀手 那额制的3MR-10 就是低空刺客 这款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速度能达到9MH 可以由水下舰艇 或者潜艇发射 它飞行时 弹头前面会形成一团 等离子替云 这样隐身后贴着海面飞行 利用地球曲率的盲区 让大部分的舰载雷达 都很难发现 按照传统的物理规则 舰载雷达受限于地球是原的 对略海目标的探测距离 只有40公里左右 等看到9MH的导弹时 留给航母的反应时间 只有十几秒 听起来必死无疑对吧 但福特号不怕 头顶上的E2D预警机 24小时轮班 它搭载的APY9雷达 具备强大的下舍能力 和反隐身能力 能在400公里之外 清晰地锁定那些 略海飞行的目标 这就是站得高看得远 地球曲率 那是什么 没听说过 发现来袭目标后 简接着就是A射B岛 通过TTNT高速数据链 直接指挥前处的护卫舰 发射导弹 福特号甚至都不需要 开离达 也不需要自己动手 护卫舰发射的SM-6导弹 就能在几十公里外 拦截高时 第一回合测试的结局很明显 高时的速度再快 也快不过数据链 当它以为自己很安全的时候 航母的保镖 已经把刀架在它脖子上了 这种体系化的防御 让单纯的速度优势 并不能机会福特号 这都是有实力的 在乌俄战场之上 乌克兰当前的防空力量 都可以拦截比手 防御体系更完善 性能更强的美国 拦截率只会更高 如果常规的高超音速导弹 打不透 那能不能来点更猛的 比如直接上洲际弹道导弹 用核武器的运载工具 来打航母 听起来像是降位打击 实际上也是困难重重 第二个回合 福特号要面对的是 来自俄罗斯的顶级重器 洲际弹道导弹 RS-24-124 和RS-28-SAR-MAT 他们原本的设计目标 是毁灭城市 现在被拿来炸船 威力肯定是足够的 其中的RS-24-124 采用陆基机动发射 携带分导式多弹头 主打一个神出鬼没 让你根本不知道 它从哪冒出来 而RS-28-SAR-MAT 也就是传说中的 撒旦二号 威力更大 这款导弹重达200吨 是世界上最大的洲际导弹 号称能携带 先锋高超音速滑翔弹头 射程高达1.8万公里 能绕过南极 攻击美国 俄国防部称 它是当今世界 威力最强 射程最远的导弹 普京和国防部都说 萨尔玛特有能力 克服所有 现代反导防御系统 一般来讲 这种战略级武器 能对航母打击群 所在的整片海域 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但是请注意 这只是理论上 面对这种天降轰炸 葡萄号的应对策略 依然是中断拦截 加上一个 能让导弹绝望的物理规则 移动靶背论 首先火力军 要打破一个 不可拦截神话 很多人以为 洲际弹道导弹是无解的 但美军早在2020年的 FTM-44演习中 就已经成功 用标准3 普洛克2A导弹 击落了一枚 模拟洲际导弹的靶弹 这意味着 福特号护航的 伯克级驱逐舰 具备在大气层外 把弹头撞碎的能力 只要你的弹头还没变鬼 就是活靶子 其次 洲际导弹从俄罗斯腹地 飞到大西洋 起码需要20到30分钟 这期间 福特号以30节的 速度狂奔 能跑出去将近30公里 洲际弹道导弹的 设计初衷 是用来打城市 发射井 这种固定坐标的 除非它拥有 极其先进的末端 寻地头 寻能够在大气层内 进行复杂的 机动变轨去找船 这在技术上 是非常难实现的 而且在入大气层时的 高温黑帐 会屏蔽大部分 传感器的信号 导致导弹 很难看清移动的航母 在茫茫大海上 30公里的误差 足够让福特号 安然无恙 除非你愿意 用几十枚核弹头 把整片海域煮沸 否则大概率 只能诈个寂寞 对于俄罗斯来说 以上还是最好的情况 让火力军来说 最有可能出现的是 福特号不需要开雷达 光靠俄军的 后勤品控 就能躺赢 虽然RS-28 萨尔玛特 吹得震天响 但现实却很骨感 就在最近的 普列谢斯克 发射场测试中 这枚被给予厚望的导弹 给普京展示了 一波烟花秀 试射五次 自己诈了四次 这款号称最强的导弹 目前最大的战果 仅仅是成功击毁了 自己的发射性 想要用它打福特号 俄军得先祈祷 这枚导弹在点火的时候 别把自己人给送走了 既然硬碰硬的 弹导导弹打不准 速度快的高超音速导弹 会被拦截 那就玩音的 毕竟在现代战争中 看不见的敌人 才是最恐怖的 这第三回合的代表选手 是挪威和欧洲 联合研制的 NSM导弹 这种导弹在欧洲 非常流行 美军自身 也有这种隐身导弹 包括AGM-158 GSSM GSSM-ER型 隐身巡航导弹 AGM-158XR 新型隐形空射巡航导弹等 在现代战争中 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这款导弹 不追求急速 只有亚音速 它追求的是 极致的隐身和智能 全复合材料的弹体 加上独特的外形设计 让它的雷达反射面积 小的几乎看不见 就像一只海鸥一样 在雷达屏幕上 几乎是一片杂波 而且它采用 红外成像制导 全程无线电镜墨 不发射雷达波 也不主动暴露位置 静悄悄地摸上来 主打一个出其不易 远程精准打击目标 不过 即使是美军 自己的隐身导弹 也不能对福特号 造成任何伤害 面对这种暗杀 福特号也有 它的独门绝技 它是美军唯一 装备双波段雷达的航母 也就是SPY-3X波段 加上SPY-4S波段雷达 这对组合加起来 什么都能打 普通的咒词顿舰 用的是S波段雷达 波长较长 看隐身目标比较吃力 但福特号上的SPY-3 是X波段多功能雷达 波长短 而且精度极高 专门设计用来抓 这些贴海飞行的 隐身小目标 灵敏度和解析度 比老式的宙斯顿雷达 高出几个量级 哪怕你是一只 贴着海面飞的铁鸟 也逃不过它的眼睛 而且一旦发现了 隐身导弹 水面电子战改进计划系统 就会立刻启动 这可不是简单的干扰信号 它是利用最新的AE-SA天线 发射高功率的定向微波 直接烧毁来袭导弹 精密的红外导印透 隐身导弹以为 自己是穿夜行衣的刺客 结果刚出门就被探照灯照得通亮 然后眼睛还被高能激光给晃瞎了 变成了无头苍脸 最后只能一头栽进大海里 所谓的隐身突防 在绝对的感知能力和软杀伤面前 也只是个笑话 天上飞的都是过了 全都无功而返 那水下游的呢 毕竟海水是最好的掩体 这也是武器最后的机会了 核潜艇加上核玉雷 这套组合拳听起来确实够吓人 比如俄罗斯水下技术的最顶峰 北风之神核潜艇 这艘潜艇水下排水量高达2.4万吨 体型非常庞大 它装备了16枚布拉瓦潜射洲际导弹 每枚导弹还能携带多枚核弹头 射程在8000至1万公里之间 覆盖范围广泛且威力巨大 俄郡宣称 它采用了泵喷推进器和先进的升学涂层技术 使得潜艇噪音控制在108分贝以下 号称比美国的俄海俄级核潜艇还要安静 是大洋深处的优励 核潜艇携带的波塞冬和玉类也不简单 核动力和弹头能潜入1000米深海 航速高达100节 目前反潜声纳的探测深度 最多仅限于500米 面对在1000米深海航行的波塞冬 几乎没有探测能力 不仅如此 俄媒宣称它具备引发核海啸的能力 爆炸后能制造出500米高的放射性海啸 可以瞬间吞没任何一座沿海城市 想象一下 如果北风之神在数千公里外 悄悄释放波塞冬 试图在福特号船底引爆 来一场天灾人祸 对此 火力君只能说 这剧本写的确实不错 那个传说中的500米海啸 很多人都被骗了 海啸只有在靠近前海和岸边的时候 因为海底地形变浅 能量堆积 才会卷起巨浪 在几千米深的开阔大洋上 海啸的波高 可能只有几十厘米到一米 能量虽然大 但是以涌浪的形式存在 撤队一艘十万吨级的钢铁巨兽来说 感觉就像过了一个大一点的减速弹 船体晃一下而已 福特号甚至都不需要规避 只用开启三防系统 防核防声防化 冲个澡 洗洗辐射 接着奏乐 接着舞 所谓的末日海啸 不过是吓唬人的噱头巴了 如果是发射普通一雷打击福特号 难度有点大 美军的综合水下监视系统覆盖范围也非常广 北风之神出港的时候 可能就已经被听到了 即使做不到这点也没事 葡萄装备的CAT反鱼雷系统 这是专门用来拦截来袭重型鱼雷的 就像在水下大反导一样 而且在现代反潜体系下 潜艇一旦发起攻击 往往就意味着自上 每一艘北风之神的屁股后边 大概率都跟着一艘美军的海狼机 或者福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 在发现北风之神后 美军就会使用马克48 ADCAP重型鱼雷 先把对方的耐压科给咬碎 如果单条打不过 那就群殴 这是目前最流行的宝盒式打击 如果以上这些武器 像机枪发射子弹那样一起来 福特昂或许真的拦不完 但也无所谓 如果是常规武器 即使福特昂一动不动的在原地 让它们炸 也不一定能炸身 2005年的时候 美国为了测试航母的抗陈性 对小鹰级航母进行了狂轰滥炸 各种导弹鱼雷炸弹轮番上阵 甚至在关键部位安放了高能炸药 结果整整炸了25天 这艘航母还是没有沉没 最后不得不由弓兵登戒 安装炸药 以自爆的形式 才勉强把它弄沉 这还是在没有损管人员 没有人去灭火 没有人去抖落的情况下 如果是实战中 有几千名训练有素的损管队员在 这艘航母更牢固了 小鹰级都这么扛揍 更别说使用HSLA 115特种高强度钢的福特号了 这种钢材以前是用来造 核潜艇耐压壳的 强度比二战时期的装甲钢 高出数倍 重量更轻 韧性更强 常规导弹打在上面 顶多开个口子 根本伤不到核心的龙骨和反应堆 而且福特号的水密隔舱 设计更加科学 拔门和管道控制高度自动化 一旦监测到进水或火灾 中央电脑会在毫秒级内 切断管路 释放灭火器 那么到底要多少火力 才能彻底击沉福特号 先说结论 除非是被大当量的核武器 直接命中 否则想要靠常规武器 击沉福特号 这就意味着 得把一个中等军事强国的 全部反舰库存 一次性打光 火力云在这里 给大家做一个估算 如果使用500公斤级 TNT当量的常规战斗部 想要让福特号失去战斗力 比如甲板受损 弹射器卡死 至少需要10到15枚重型导弹 全部突破拦截 并精准命中要害 但如果你想把它彻底击沉 让这10万吨的钢铁沉入海底 你面临的是一个物理学难题 福特号拥有数千个水密舱 储备福利惊人 根据计算机模拟 至少需要40到50枚 重型超音速反舰导弹 或者10枚以上的重型鱼雷 在短时间内 连续命中同一侧水线以下部位 才有可能撕裂足够大的伤口 让进水速度超过排水速度 这还没完 考虑到美军的拦截效率 如果要保证有50枚导弹命中 起码得发射300到500枚导弹 这个数量就不用火力军解释了吧 这就是为什么 美军敢把航母开到任何地方 看完这五回合的极限测试 你会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 基沉福特号的难度 不亚于登陆火星 你要对抗的从来 都不是一艘孤零零的船 而是一个包含了 太空卫星侦察 空中预警指挥 水面远程拦截 水下潜艇猎杀 以及强电子对抗的 整套杀伤猎 这套体系经过了 百年的海军发展 通过无数次实战的未养 才进化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这不是买几件先进武器 或者造几枚导弹 就能破解的 在可预见的未来 福特号依然是这颗星球上 最安全的移动领土 至于成功击沉福特号 也许只有好莱坞的编剧 会这么写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大家觉得 还有什么黑科技 可以真正威胁到福特号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的话可以点点关注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好的 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们频道一直在聊 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 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 有没有值得推荐的 入门级模型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 近期接触到的产品 首先 它的外形还原度 做得相当不错 比例准确 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 也都有体现 材质也说得过去 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 其次 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 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 有一定帮助 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板件 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 价格确实比较亲民 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 或者单纯想在桌上 贴一个板件的朋友来说 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 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自行了解 制作人们